廖師 醫師跟你反映說 病人不想急救 對 就是我一個朋友是醫師 然後他曾經跟我講到一個案例 因為在我的辦公室跟我聊 就講到就是說 他曾經服務一個病人是一個老先生 那這個老先生也知道說 他這個病是好不了了 然後就是在等時間 那這一個醫師 這一個老先生在住院的時候 有跟我這個醫生朋友說 如果就是說我有發生什麼 比較緊急的狀況 就不要急救了 或是我有昏迷的話 也不要再給我插管急救等等 然後就剛好 這個老先生有三個小孩 來照顧他的 我這個醫生朋友看到 永遠都是最小的 那個兒子在照顧他 那因為其他的兩個哥哥 是在國外在工作 就是做這個事業做得比較大 然後這個弟弟就 我這個醫生朋友就跟弟弟說 你爸爸有交代這個事 那可能時間差不多 你要不要聯絡你國外的哥哥回來 這樣子 這個弟弟就聯絡哥哥 然後哥哥就說不行啦 你要急救啦 你最少要等我三天 因為我這邊工作 還有一個case要三天才能完成 那三天之後 我才能搭飛機回去 所以你還是要延續 你叫醫生延續爸爸的生命 至少要撐到過三天以後 然後我這個醫生朋友聽到 因為這個老先生一再說 我不插管 不急救 我不想承受那個痛苦 然後這個弟弟就很為難 他也因為以前爸爸的生活費 等等的 還有就是弟弟 可能就是收入沒那麼好 都是靠兩個哥哥來接劑 然後包括這個爸爸的醫療費 所以他不敢去違逆他哥哥的意思 然後就來找我這個醫生朋友商量 可是我這個醫生朋友就覺得說 老先生有這樣交代他 他也沒有辦法去違反 這個臨終的老人的依托 然後再去幫他插管 他做不到 於是他就請他弟弟說 你可以給我你哥哥的電話嗎 所以我這個醫生朋友也很好 他就撥了國際電話給他的大哥 他跟他說你爸爸最後的希望就是 他可以好好的走 他不想再這樣插管 然後帶著那種痛苦跟掙扎 然後離開人世 所以沒有什麼比親人 已經要離開的更重要 所以你趕快回來 所以後來這個哥哥也就聽 我這個醫生朋友的勸 然後就這樣子回來 那所以也奇怪 等到這個大哥二哥跟這個弟弟在病房的時候跟他這一個老先生說大哥二哥已經回來了 這個老先生才走 對 廖師 那你那天在那邊走 你要在家還是要在家 我要在家 我也是要在家 我還是要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地方 對 你有什麼事情 看別人 就是放不下的嗎 應該還好吧 因為我有一個願望就是說 因為我蓋了聯華觀音墊 那應該我離開的時候 我還是想要幫助到一些我們的眾生 所以我應該還會留在菩薩身邊繼續當一個小兵也好 還是怎麼樣也好 我的 我的 已經走了 你已經要走了 可是我的意識可以控制我的 我的去處 那個渴望你的願力很大 然後我現在就是說 我以後離開我要跟在菩薩身邊 繼續修行 然後繼續幫助 說留在身邊就能留在身邊 但是你平常還是要修行 你不能菩薩叫你做東 你做西 還是違背 違背一些良心的事 那個修行是不吃肉嗎 修行不一定 我覺得大家對修行都是好像朝那種 好像要出家 或是吃 不吃肉這一種 其實修行最簡單的 就是修正不好的習性 想法 習慣 把不好的一些習性習慣都修掉 叫修行 那不好的習性是什麼 比如說有一些人喜歡偷東西 不是屬於我的 有貪念 讚為己有 感情也是一種貪念 比如說不是 他不是我老婆 我還要去寄予人家的老婆 這一些都是在品格上面 跟道德上面 已經都是背離的 我們要走在道德上面 那當然就是修行 一般我們會分層次 層次比較高的人就是說 他可能自律性很強 他會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雷達 這身魂在這裡 舉頭三尺有神明 就是我們宇宙是一個大磁場 我們也會散發磁場能量 你的想法 你的念頭是好不好 即使上面都知道 那你剛剛講貪念 那我問你一下 好 阿嬤跟孫子去吃東西 孫子帶兩個 兩個 一碗吃三十五塊的 兩個就吃七十 阿嬤就吃七十的 這樣結果是要付多少 百十 百十 結果老闆跟他說 這樣百二 那時候痛到 阿嬤 他送錯了 賺二十 我們賺二十 阿嬤說怎麼可以這樣 對 人不可以這樣 結果阿嬤就拿了五百塊給老闆找 這要找多少 三百六 結果老闆找了八百六 因為老闆以為是一千塊 是喔 阿嬤就說你看吧 好心有好 好不好 這樣阿嬤 阿嬤你是參念 這個樂樂醫師 這個雖然是在婦產科 這個其實你也有剛才 就是說家屬想要帶一些 非醫療用品的東西來 對 因為我們婦產科 當然有一個大宗是產科的部分 產科基本上他是辦喜事 那也是我當初要走產科 我比較想的地方 因為醫院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事情居多 癌症 總有一天他就會病比較多 但是產科是唯一會是在辦喜事的地方 整棟樓就只有我們在那邊公席這樣 因為幾乎每個來都是這樣 可是有一些他們都知道生產是很大的風險 所以他會他會擔心會出事 所以他們就會帶一些那種去求來的東西 那有的來代產的時候 他就會 有的看到他是用個小包包裝著的 然後裡面可能就是一些求的平安服 那個都還好 那曾經有過一個媽媽 他來代產的時候 他不講他就是用了一個大袋 這樣裝 我們不曉得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先放在他代產的時候就跟著他帶過來 因為我們那個比較不是那麼要很百分之百無菌 他代產是就是一般的一個空間 然後他就放在他後面 我們也沒注意到那個是什麼東西 他反正在那邊生產 一到差不多了要推進去產台去生產的時候 他旁邊的那個不知道是阿嬤還是什麼家屬 就突然那個那一代一定要帶進去有什麼東西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然後就推床進去了 然後那一代東西就是跟著產婦還有他先生 因為先生可以進去陪產 就推進去了 好 推進去之後 我們當時覺得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進去他先把他打開來 就像開那個那個那個袋袋打開 就很像一個一面旗幟的那種感覺 一面黃色的符 對 就是有一點點 然後我說我說你就是 是符還是旗幟 應該是一個布的東西 他是打開 可能是基仔的 對 可能是什麼東西 他說他是跟王母娘娘求的 我說你這要幹嘛 你這要幹什麼的 他說因為他在用力 你要放他背後 你不能亂放 就放在他後面 因為我們那個產臺是要上去 我說那個東西還好 因為你就大概稍微看了一下 沒有什麼很奇怪的東西 那我們就給他放在那裡 那他就說 然後你就聽到他先生跟他講 你要加油 菩薩斯給你 後面給你助力 你一定會順利生下來 那我們就只能這樣看著 很鎮定地聽他這樣子講這個故事 然後後來還蠻順利的就下來 哇塞 王母娘娘果然是神機在線 那應該他那一張旗 他用黃色的 應該就是說 他要腰在底下 如果說我們平常在求的符令 是紙張的話 他會破掉 所以特別用布來貼這個符令 然後生產順利 平攤符 有事有這個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